印钞厂工人工资3000元,为啥就很少有人辞职,内部员工,傻子才走,说起印钞厂员工这个职业,大家都觉得非常神秘,他们担任着印钞的重任,每天都与人民币接触,可谓是让大家特别羡慕,不过,大家可能并不了解,印钞厂员工的工资大部分在3000元左右,此时就有人疑惑,为啥却很少有人辞职,内部员工直言,傻子才走,每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其实并不高, 可能很难支撑日常消费,那为啥人们不愿离职,相反还挤破脑袋想进去呢?原因非常简单,首先,印钞厂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,各类要求严格,学历必须本科级以上,需要通过层层选拔,各方面审核完成后才有可能进去工作 其次,印钞厂工作比较轻松,基本都是机器运行,人只是起到辅助作用,工作过程也非常开心,最后印钞厂属于国企,可是人人都羡慕的铁饭碗,基本不会面临倒闭的风险,很多人一干就是一辈子 而且,福利待遇比其他企业都要好,无险一斤节假日休假年终奖是最基本的 除此之外,加班还有高额的加班费,种种福利都让人羡慕不已,在退休之后也能得到很好的待遇,养老问题不用担心,这也是很多人挤破头进去工作的原因 这样来看,的确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岛位,对此,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